地震在弯曲可以说是无法避免,不过只要大家尽力做好事先的准备,就可以减低地震带来的破坏程度。 王中晚报道。 一旦发生地震,家中的东西会像大家所看到的全部散落于地。 但之前已经固定好的物品却仍安稳在架上,丝毫不受影响。 地震造成的破坏主要由震动导致,而建筑物和断层的距离以及地底下的物质也会影响震动的强度。 专家提醒大家,大地震随时有机会发生,准备工作非常重要,湾区居民不能掉以轻刑。 确保地震前后的安全有七个步骤可以遵从。 在地震之前,第一步是找出住家内的潜在危险,然后修补。 第二步是做好灾难准备计划。 第三步是准备应急工具包,包括水,不容易变坏的食物,茅团等。 第四步是找出建筑物的资料,研究潜在问题,然后修补,包括新建的年份,建筑物的高度等。 而在地震发生时,大家要保护自己,特别失头,包括躲在有遮挡的地方,像是这样。 在地震之后,检查受到了破坏和伤害,安全时,继续依照灾难准备计划形式,包括留意传媒的广播,查看邻居的情况。 在水电供应中断时,冰箱内的冷冻食物应可以维持两天,也可以把溶掉的冰块当水喝,或者是从罐头蔬菜中摄取水分。 二十日台记者,王中晚报道。